然後...點開就...這裡 這軟體... 這軟體再給我們拿 他沒有找到這條線沒有接到 正常接到的話... 他會跳出這個視窗 如果用筆電來接,基本上接USB是最穩的 控制線是接USB 他只有單一接頭,USB接這個 然後再來這裡設置 那我現在不懂的是,那你Videos的Source還是放在筆電裡嗎? 對,那是不同的程式 那所以其實我不見得要用到這個 用到DBI,我其實用不到 因為這裡過去是VGA 所以意思是說,如果我今天全部的設定都在筆電裡完成 我就透過這個USB,轉方孔的 這個USB,來控制它 這根本事實上是用不到的 因為這個是接收器,就是你要的畫面跟控制不一樣的東西 是 好,那我繼續往下講 那就這裡有一個軟件設置 是 然後這裡會進來這裡 直接打LINSN 然後會出現密碼 然後168 然後再來就是 顯示屏連接 OK 然後像 水屏 水屏就是 橫的嘛 那直的 我們現在是加2X2 對 這裡就改 2X2就好了 好 就是 02 那 現在 就看你訊號是哪一台進 是 我們現在是這一台 是 你正面看 他是 左下角 是 好 我們這一台進 好 理解 那我們就正面看 這裡就是1 然後它的燈點 是96 然後高度燈點也是96 然後 它是往右串嘛 對 往旁邊走 你正面看的往右邊走 所以它 點這裡 它會自動變2 OK 然後就是 看它怎麼走 就怎麼點 好 總共4台嘛 然後叫完之後 就是發送 好 發送完 呃 基本上要按保存 保存 因為你斷電的話 如果你沒保存 你斷電它會 又不見 那這個就是 好 保存之後就存到這一台 對 它就存到裡面去了 OK 好 好 那你們現在信號是怎麼位進去的 用這一台嗎 用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是一般的VGA嗎 對 DVI 因為它要轉成網路線 是 對 這張是一張卡 OK 那這個要接來這裡 所以會有兩台這個 沒有 因為只有一台 好 好 所以應該接法是這樣 對 好 你其實現在是 HDMI的信號進來 對 這裡就是接收器 你要給它什麼畫面這樣 對 好 所以這個是接收器 那你現在這個到這裡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有輸出孔 要轉成網路線 轉網路線的 轉網路線過來 等於是一個轉網路的卡 就對了 好 然後你控制就是控制這張卡 好 懂了 好 應該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訊號播放的是在哪裡 對不起 訊號播放就是你看你隨便 那個Source 譬如說你怎麼 我現在顯示的就是 螢幕上的 等一下 因為 設定有感 好 對 601 哇 對啊 可是601 應該把它調好就好 可是如果它 如果它要換 1X4 還車 譬如說我如果要換1X4 1X5 怎麼辦 因為現在 因為我們是拿來做字幕機 就它的尺寸 這邊的尺寸 你電腦跟你的這個發送卡 是 都要再各調一次 因為你剛剛 那 我剛剛 我剛剛 用電腦這樣調是沒有辦法調出這個 這個 就是 調好之後它是它的層次的大小 對 跟LED的 放出來的大小 是另外 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應該怎麼辦 請教我 就是變成說 剛剛 剛剛這個我同時教你 好 來 那我再選一台 對 現在就是要換調這個 我到這裡來 抱歉 我要錄一下 來繼續 那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我們正常 它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調整模式 是 就是前面 前面是 比如說你JBG的話 是選BG的 對 然後你要進入調整模式的時候 通常 這顆我們可以按 我講 16下 這個 這邊六下 對 7 然後 有沒有它已經進來了 進來 進來 調整模式 對 調整模式之後 這邊就有那個上下 我們就可以開始選擇 這個是語言 這個 這個語言就不懂 啊 你要到這個 這個 這個 OK 寬度輸出 對 然後我們這個寬度輸出 一片是 一片是 96乘以96 它的點數 對 所以 應該是96加96 對對對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高兩層的話 就是96加96 對對對 所以是192 對 那我們這邊就調 192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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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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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等我一下 好 對 然後等我一下 然後 讓他這裡是 他現在這個是10進位 就是你按一下 嗯 他會加10 然後變成現在是195嘛 然後你現在按它這裡有一個 按一下這個,它變成依靜位,就變成說你可以一格一格的調 它現在就變成是依靜位 現在是1922之後按這個,確定 對,然後再換,因為這個是它的高度,對,然後現在換它的寬度 對,這裡寬度,那你現在也是兩片寬度,所以就是也是96 對,加96,所以它也是1922 確定,確定好之後按這個,跳出它的選單名字,確認 好了之後就可以了 那這個無有效輸入不理它嗎 就是你現在有訊號進來,它就會寫有訊號進來 然後現在因為沒有訊號進來,它就寫沒有訊號進來 我現在不懂,所以你現在這一台是幹嘛的 現在這一台就是,波擬電腦 你現在是接HDMI,那這邊就是接HDMI 然後它就會有訊號進來 然後之後它就會把它的訊號送給電池牆 所以剛剛要按這個HDMI 因為你的輸入源是接HDMI,所以你這邊就要選HDMI 好,所以這樣調完之後就 調完之後就OK了 你大概是要一乘四用對不對 蛤? 你要用字幕嗎? 可能一乘五,一乘四都還不確定,所以我今天特別來學 那如果一乘四,你先回去試試看 那這個吊架,你會吊起來嗎? 對,我會吊起來 那就是這個吊架擺中間,我把這兩個靠到兩邊去 然後就把它鎖起來就好 所以你只要吊中間就好 對,因為這個重量絕對是 沒有問題 兩個都鎖起來,這樣就好 好 你要用兩個這個反而是更麻煩的事 可是這樣我重量就會比較吃在中間 對阿,那這個其實才20公斤 這個來講 好啦,因為我是學校吊桿的事 不是trust 那你現在更重 這個上去更 這個好重 你看在這裡 了解 所以 我思考一下好不好 我可能還是會跟你要兩個 我思考一下 好 那 這個東西現在 這裡OK 這裡應該就不需要了吧 有問題就直接跟我們講 送你來就好 好 就是還是麻煩你們會先檢測完嗎 對 就是盡量拿好的 現在通通是檢測完是好的 只是說這個頭 之前是有狀況 所以我們是直接同這裡 那我現在去找這個是好的就好 那你現在信號的串接線是什麼 就是我看到網路線 對 然後每個互相互相都是網路線 那網路線要走哪個孔 這一樣阿 通通是這個 好 插那裡就好對不對 好 所以我基本上 我應該可以插 來 我基本上 如果蓋子蓋起來之後 是這裡印對不對 那個訊號 這個是第一個 這一台是第一個 那個是OUT 應該是說 比如說 你這邊接印 他這邊就是OUT 如果你這邊接印 他這邊就是OUT 所以可以反就對了 他是互通的 他沒有錯 一定是一或一定是OUT 反正你剛剛這裡的1234 是從筆電進來的順序 對不對 然後我串接上來之後 然後2 就是看你怎麼 看你的線是怎麼接 看你的線是怎麼接 好 我懂了 比如說1234 反正就是全部都是走網路線 對 然後電源 電源這個哪個串哪個也無所謂 都是並聯的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比如說 因為我們這條是主電 是電池從這邊進來 那你電可以出 好 他就是這條就是給下一台 給下一台 給下一台 好 好 我等一下自己試一下 然後我調整一下 如果你們 還是在的話 我就再跟你們請假一下 什麼時候要用 其實可以春假以後再 那沒關係 那我們就檢測好 我在跟老師聯絡什麼時候送 春假以後某一天 好 可以 感謝感謝感謝各位 好 謝謝